十字路口角落浅黃色鐵皮屋 明顯往外突出馬路面 原來十年前進行巷弄拓寬 這一棟鐵皮屋原本只有一面牆 不過屋主卻把它加蓋成 兩層樓高的鐵皮屋 遭居民質疑是違建 還導致後頭防火箱不通 而且只有鐵皮搭建 遇到大風雨更有倒塌危險 你要說大陸會做這樣子 水溝坐在人家 再讓人家再侵占那個工所 屋主表示當年馬路拓寬 是將入中央的房屋拆除 剩餘土地還是屬於屋主 強調產權沒有問題 但引發公安疑慮 主管單位表示將進一步清查 十年前的案子屬於 我們的舊有寄存危險 那通常舊有寄存危險的話 就是依序派拆 但是如果是有涉及到公共安全 我們會單獨拉出來又先派拆 拆除大隊表示建築線不一定 以水溝為界還要到現場實地測量 如果確認違建將依法進行拆除 GTV新聞綜合報導 還有賢露 GTV新聞綜合 roof 瘟